楼盘降价出售 开发商却称是受市场需求影响 不得不降价销售 近期多地新房楼盘降价出售 其中不乏热点城市 苏州高新区保利时光映像雅院项目 和苏州市向城区保利云上流光项目 均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价销售 总价一降再降 相关部门表示 现在是市场经济 企业的销售价格 只要不超过备案价格就可以 同时有媒体采访 苏州高新区住建局得到的反馈是 楼盘销售的房源本身属于商品 如果不允许开发商降价促销 有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项目出现烂尾的风险 然而在武汉地产市场 伟星地产旗下光谷新月大厦 房价突然大幅下降 引发了众多业主的维权行动 业主们表示 自己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伟星地产此次降价出售 使得市场产生一系列不安 楼盘降价出售 确实是一种市场行为 但也希望开发商能够 尽可能地维护好市场秩序 合理定价 避免给购房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